臉胖了 我本身都想打XXX 怕打完之後沒有表情 暗瘋了 這樣就不會這樣 我想是無敷的啦 化妝品 我們皮膚的真皮症 填充 填充 很多傳統牌子的浴毒幹菌素 都是混合雜質 有些人打得多一點 可以去到完全不動 Hello 大家好 我是Yan 由上年尾和Lise一起拍了這條片之後 我就一系列拍了很多關於衣美的題材 每一條片反應都真的很好 證明了一件事 其實香港女生過來韓國衣美這方面的資訊 其實需求真的大 很多香港人想踏出第一步 但中間也有很多迷思 混淆的資訊 這次打了人情牌 找了一個在韓國真的很有名 上過很多電視節目的醫生 而且還超級美女 也找了一些香港的市民 去問問他們對衣美的看法 專注在大家對衣美上的誤解 這次就是由香港市民 VS韓國醫生的 衣美解密Q&A 我們現在來第一題 普遍香港市民想起衣美 第一件事可以聯想到的 當然是交面 其實很多女生 甚至男士 都對這個題目原來是有興趣的 但他們會比較害怕 會不會交面 會不會很不自然 我們現在來看看香港的一般市民 會有什麼看法 我想去做 不過我很害怕被人推銷 如果你老婆想做 你會不會鼓勵她去做 如果可以做得漂亮就好 但千萬不要做到古靈精怪就行了 見到一些同事做過都想做 我發臉肥 我本身都想打 但就怕打完之後 可能沒有表情 就是笑的時候 那些人一看就看得出 對我來說 有這個關鍵其實都很正常 因為我第一次搭足衣美的時候 說的是幾年前 大家應該看過那條片 都知道是Alice帶我進去 如果不是有一個這麼實在的朋友 在我旁邊去跟我說這件事 我想我都會擔心 膠面的恐懼 應該會大過我想變漂亮的心 肉毒幹菌素 旗下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牌子 那到底打這個肉毒幹菌素 會不會令到我們膠面 還有我們看到很多膠面的樣子 到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就由這個韓國醫生 來跟我們解答一下 以前的疚愛我們是否就一其實 我們要把一個魄忠是不自然的 麻痺看那種 是腌膠的 你會讓人bal膠面 什麼東西 腌膠的 什麼東西 瀾太多了 肌膠的 正確的 效溶涼 蘇折消的 是 很改變 被提供的 控告 但是 肌膠的 那個 非常擁有 那麼 瀾太多了 用來你不要 我們最常常做的是 刮刮 刮刮刮刮 或筋肉縮小 刮刮刮 不足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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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刮刮刮 刮刮刮刮 講完膠面之後 第二個大家最大的誤解 大家都應該會很關心的 就是覺得 我踏出這一步之前 其實我是否有些護膚品是可以做到的呢 香港的市民又會怎樣看呢 以美啊 我想護膚才可以變成 化妝品 我們皮膚的真皮層 侵吐 我們 Botox Skin Booster 美容 是 皮膚的真皮層 直接 有用性分 但是 只要用於皮膚層 也會直至合適 好 如果 可以在於皮膚裡 都會解決 但是 也會這樣走 不會一樣 做到的 效果 不一定會做的 下一條問題 就是在身邊也有不少朋友問過我的 會不會你第一次打毒素抑菌素的時候 可能打一枝就能讓你有效果之後 需要越打越多 聽人說好像有抗藥性越打越多 越打越多這個Terms 其實在醫學裡面 我們可以劃稱它為抗藥性的情況出現 例如是說我第一次打肉毒幹菌素這支針劑 我打完之後回去第一、二個星期 它就很見效 但去到可能打第七次、第八次的時候 為什麼好像打一次都不夠 要打一支半才有之前的效果呢 當然,內性的原因是令人生產生產生的可能性 但是內性的可能性是不可有多 因為我們要打斗的研究在擁有的用量 內性的原因是有一個情況 每次的用量、每個月之間有多重量、每個月之間的 還有一個所供的特性 我們要打到一切把關於內性的原因 一種有的話,有很多內性的毒素 到現在,我覺得我自己在醫美的路上 我自己拿捏得不錯 說真的,我絕對不會不斷不斷打針劑 Villa, 肉毒幹菌素,我自己也是適量和適可而止 即使韓國醫生解釋了抗藥性是怎樣發生 其實那個可能性是比較偏低也好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心態去怎樣調節 怎樣才為之覺得夠 對於你來說,怎樣才是美 無論你是說肉毒幹菌素,還是一些填充物 你打過多的話,怎樣也一定不會自然 相信大部分女生第一次對醫美產生好奇 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當然最令我們吸引的就是外觀上的變化 但作為Youtuber來說 我自己更加不想觀眾看完我的影片 覺得永遠都在推廣醫美有多好 沒有將另一方面的危險性告訴大家 在這裡也可以說一說 市面上有很多傳統牌子的肉毒幹菌素 其實它裡面都是混合雜質的 進去每一間美容院的時候 醫生都會去問你想打哪一個牌子 現在就來跟大家說一下到底應該要怎樣選擇 在香港裡面其實大家可以找到最主要的肉毒幹菌素 是來自這四個國家的 包括英國 美國 德國 和韓國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原來在香港這麼多的註冊品牌裡面 其實只有一個國家的藥廠 的肉毒幹菌素是沒有雜質 而且又拿到歐盟和美國FDA的認證 德國MERS的藥廠 他們的肉毒幹菌素是完全不含任何的雜質 可以減少產生抗體而導致追診打越打越多的情況出現 在韓國全國的醫療肉毒幹菌素入口的量 Celomin是第一名的 因為其實韓國2016年KADF發佈過一個文章 就是叫大家韓國的診所都要注意肉毒幹菌素 這個抗藥性的問題 叫克斯基羅的特性會 động分別的酵素 毒品質上代化和肉毒質上的物質的毒質上 所以這是 fle館毒質上代化了 所以 毒質上代化了 放棄物質上代化成為 所以 內性化成不能創作了 所以 所以 尤其妙總理想要有事 所以 做心理超前 聽到 聽到 如果要適合,內性會變成了 我會適合內性的不妥的不妥的不妥的 那些人是最初的 中間是國產品的 穩定的,效果會變得低 那些人是內性會變成了 當時,在最後面的不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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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其實是很喜歡用的 很喜歡的 說到這裡,我們課題一下 肉毒果然菠素到底是什麼 又如何幫助我們變美呢 最常用到的就是肌肉上的位置 最廣泛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嘴咀肌 我第一次打的时候 我都有打在这个位置 你现在拿你的手指放在这个位置 用力咬住你的牙关 这里会有一块很大的肌肉凸出来 就是放松这个肌肉 不是烧出来 最常见的第二个位置就是在皱纹 其实医学美容这些针剂 其实本身也有医学的用途 说的是浴毒降噸素 除了是可以帮你外观的改善之外 其實都廣泛用在偏頭痛、放鬆斜方肌 甚至是中風之後的治療 如果有一天你要用到這些針劑的時候 當然是選一些沒有抗藥性針劑的牌子 會是一個優先的選擇 下一個誤解就是很多人 我也有聽說過的 就是說很怕混水 又或者是混東西 之前有一次做 我看著它混水的東西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就很擔心什麼物質 會不會過敏 其實這件事有沒有存在 會不會混水 是有機會存在的 但是代不代表它一混東西 就是糟了 你混什麼下去 我們現在也來看看香港的醫生 怎樣去解答 肉物防菌基本上是一瓶藥粉 要混鹽水才可以稀釋到 然後打到身體裡面 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稀釋度 即是不需要一看到一混就很緊張 正常都應該要混針才能打到 說到這裡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香港打肉毒幹菌素的經歷 大部分的時間我是在韓國打的 在香港我只去過一間 對上一次在香港打的位置 就是微森這個位置 就起來就有三個蝦了 想要什麼效果呢 看回你的要求 有些人打得多一點可以去到完全不動 不過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不太自然 但如果你想要一個自然一點的效果 可以打的份量控制少一點 我在香港打就是在旺角Goyang的診所裡面 他的醫生是很細心地跟我講解療程 而且Goyang已經連續四年獲得了Seal面 最佳美容中心用戶 所以在這裡打我會覺得更加有信心 而且有保證的 醫生手勢都很好 而且是很快的 基本上打完之後 一拿出來就好像抽了一下血一樣 馬上可以見朋友 也完全不影響日常生活 這次已經不是我第一次跟MERS合作了 很開心他們再找我拍片 MERS真的是一個醫美界的龍頭大佬 Ophera、BellaTaro和Seal面 都是他們旗下的品牌 好了 下一個誤解 下一個誤解就是通常大家做一下research 但是就很怕很怕那個恢復期 有時候看完網上有些圖 臉打到一顆顆 又或者爆了血 但是其實都很depends你在做什麼 你怕做完恢復時間有點長 是不是怕紅、腫? 是因為有點敏感肌膚 有時候會很快的 有時候會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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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的回復期间是没有 然后1-2组经历时这些效果就显得了 这效果是平时的3个月 很简单的效果是非常效益的 我们的效果有多的效果是有多的效果 雷尔也很高的效果 雷尔也很高的效果 或是碧尾的效果 這樣做就沒問題 醫生生活完全沒有問題 試驗也一樣 不可能有下跌時間 手札試驗也有點膨脹 也有點膨脹 也有點膨脹 這種時間也很需要 但普通是完全不需要 講到去韓國打的Skin Booster 透明質酸 又或者保濕針為例 恢復期大概是1至3天 其實真的很因人意義 也很好看醫生的手勢 可以小到一個針孔 有些真的需要整個星期的恢復 講到來這裡最重要是怎樣 就是你做療程之前 你到底有沒有問清楚 你的針劑是怎樣 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 會不會有過問你自己的體質是怎樣 清楚那個醫生 所有東西一定要做足功課 你才可以進行這些療程 下一題就是我想我頻道的觀眾 年齡層也說的 二十頭的女生都有 有很多女生會覺得 二十頭的時候會不會太早呢 我身邊的朋友都有做 想著自己現在這個年紀 真的這麼小 合不合去做 是不是怕一開始太早的話 遲一下就 其他treatment 未必那麼多選擇 對 都擔心現在這個年齡 要做些什麼 都不知道 不如我們現在又來看看 通常在韓國裡面 接受浴毒幹菌素 大概是何時開始 在韓國的女生裡面 她們通常幾多歲會開始接觸醫美 可能是你想也想不到的答案 可是我們不透架頭說 那些時候不透架頭說 所以美肥肤肤是保持处的屏幕 就是当年有很年少的肌肉 我现在有很多肌肉是肌肉的肌肉 要需要肌肉的肌肉 我们拋出发肌肉�로肌肉丶肌肉也直接工作 已经来到肌肉给肌肉的肌肉 肌肉的肌肉是肌肉肌肉的肌肉 肌肉的肌肉肌肉就是肌肉的肌肉 因為當時,八卦磅也有筒的提示 像是50代開始按照, 50代的層次徵性會變成 像是看到,顏色骨頭的臉部 所以,當時,當時,當時, 當時,眼睛的聲音太多 很難受到你出現 所以,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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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當時,平時,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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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你不在意不合理會 有很多人比上會比較難看 當然因為這個鎖避散效果 所以會比較難看 所以可以動作患者的 某些動作患者 所以鎖避散比較少 以我自己所知道 在韓國的00後 大部分都有進入皮膚管理 甚至開到對於他們來說是十分平常 甚至說家人付錢 要他們長期去皮膚科 這情況都是十分常見的 我也是很認同醫生的說法 就是不是說你的年齡何時要開始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想法 就是25歲才要開始做皺紋care 反而是你現在面對一個怎樣的皮膚狀態 你自己覺得你有什麼需要 大過你現在多少歲 譬如我30歲 我看完你這條片我本身沒有皺紋 我是不是又一定要打 用毒鋼粉掃到臉上呢 不是的 最重要是在你適當的皮膚狀態裡面 找多個適合你的療程 而你自己接受到那個價錢 那個風險 說到尾 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在你自己的審美觀裡面 無論你接受醫美 你穿的衣服 你化的妝 去到後來其實都是滿足你自己的審美觀 醫美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就好像一個畫筆一樣 給你一些顏料 你的醫生 甚至你發揮到什麼的效果出來 就是在你自己的決定權裡面 覺得什麼是美 因為審美觀其實是隨著時代 會去變 可能十年前要長臉 很尖很瘦 眼睛很大才為之漂亮 現在過了十年之後又流行新衣服的樣子 好像這些 下巴短 臉很圓 記住記住 我差不多每一條片都會講的了 多些參考 去想清楚我到底什麼是漂亮 少做一些不可以逆轉的東西 好了今天這條片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醫美的Q&A 誤解 如果大家想去打這個 酸棉浴毒幹菌素的針劑 就留意Info Box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這種類型的整合 如果大家對韓國甚至是香港醫美的題材 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一定要Subscribe這個Channel Like這條片 還有Share給朋友觀看 下條片再見 Bye